你有害怕 当然 可珍珍跟你一样 也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她顶多就是 比你跑得快一点 你会遇到的危险 她同样也会遇到 她不害怕吗 可是她选择的 是帮你应对危险 帮你应对害怕 朱姐 我先走了啊 你这是 今天不是你风格呀 出去玩玩 不是 昨天七先生说 我生活太单一了 接触的社会面太窄了 所以造成了 对人对师座太理想化 我现在需要缺什么鼓什么 去认识各行各业的人 打开自己的眼界 朱姐 就像你在酒店里一样啊 你能接触各行各业的人 一眼就能把人分分别累 我这是工作屎牙嘛 你穿这么漂亮 见网友啊 不是 我今天早上去相亲缴 认识一些阿姨们 我除了家里的亲戚之外 还从来没有接触过 别的重年女性 亲目提议的 嗯 西先生说得没错 一个外地人来到上海啊 除了同学同事 还有合租人以外 很难打进到别的社交圈 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如果不主动出击呀 有的时候连可以说话的人 都没有 所以这种开放平台 才更加可贵 又可以说话 又安全可靠的地方 本来就不多了 这相亲讲究其中一个 亲目说话 还是这么直击人心 也有煽动性 那你记着啊 多听多看 少发表意见 毕竟不是自己地盘嘛 而且还有代沟呢 祝姐 那我先走了啊 嗯 你不出门吗 我中午约了朋友吃饭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我看珍珍的青蛙肚皮 没有挂住 我估计她出去干活吃了 大家都忙得不见综艺 都出去了 就剩咱们两个了 你穿成这样 也准备出门啊 对啊 你还记得昨天的花瓶吗 当时店老板说 是他在欧洲旅游的时候 不记得在哪个地方买的 后来我用搜图查到了 其实出品公司 在澳大利亚 公司老板呢 喜欢折纸 他就把折纸运用到 玻璃器皿的制作当中去 所以别拒一格 他还推荐我去他上海的 中国朋友家里 去看看他其他的作品 再做决定 这有速度 我觉得我适合当业务员 我喜欢这种成就感 那我走了啊 拜拜 露西 我接触的 投资移民澳大利亚的人啊 有好多都在为 开在澳大利亚公司的营业额 是否达到指定标准而头疼 有的甚至进口的葡萄酒 拿到中国亏本卖掉 就为了攒营业额 那你这个公司老板的中国朋友 如果也再在营业额 那他肯定会大力做成这次合作 是 谢谢主角 好思路 有好消息我告诉你啊 好 姑娘们都很忙呀 你怎么办啊 靳雯 老大 您找我啊 小树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 我给你倒杯水啊 这怎么好劳您大驾呀 曾经提升副总监 通知下午也发了 其实这件事情啊 他们也没通知我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好 小初啊 我原本打算的 把这个职位是留给你的 我是万万没想到 他们上的 郑静一直走的是 跟您一样的上升路线呀 这摆明了以后 是接替你总监位置的人 而且你看 你现在代理的 是之前孙副总空出来的位置 是酒店高层 这上头连这风都没吹 就直接发文认命了 这程序听着 是不是有点问题呀 是啊 这别有我是代理着代理着 这边副总的位置 还没踩实呢 把那边总监的位置都丢了 这个怎么好啊 那就能不能 起来日子安置吧 咱们共同努力 办法总会有的 王总放心 我一定不会耽误工作的 只是吧 原本计划中的升迁 我忘我的 把自己新买的房子都闲置在那儿 在酒店附近租了个房子 坐呀 你说 说你先说 我就为了 这酒店新开业千头万绪的情况下 我可以及时照应着点工作吗 可是你看现在 我这一边要担着 新买房子的按揭 另外一边我还要担着 为工作租房的房租 经济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原本想着升官发财 可以缓解一下我的经济压力 也可以缓清我为了 付首付 借的钱 可这下不行了 王总监帮我申请个租房补贴吧 我只要合租房的补贴 对 有道理 有道理 许臣 你可以把你的房子 租出去 租出去 净庄就在新房子 你以为我没下跪啊 那换你 你舍得了 成 这件事情我替你搞定 几天 三天 谢谢总监 我的事你也别放在心上 潜艇了不起我都习惯了 我回去安心工作去 好 你猴子都静 有意思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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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租房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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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现在远古宣布 你最 пос刘嵩 果然没错 只是没想到 姓王的下手这么快 天天 你可吓死我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吗 你怎么不进屋里啊 我一个人想点事 不好意思啊 吓你一跳 怎么了 姬姬 你跟我说说 也没什么 就是吃了没问题的亏 很好的一个生殖机会飞了 你怎么回事 他怎么了 事情呢就是这样子的 我出去呢 虽然让黄大妈他们走了 但是黄大妈被骗的电影金 相对于工薪阶层的 退休工资而言 不是小数据 所以我怀疑这事还没完 咱们俩在这儿聊半天了 他也不知道 通过门径看一眼 刚才那声尖叫 是怎么回事 我刚才那一声尖叫 再加上何敏洪的 卑躬舍影的状态 肯定是吓着 不出现也正着 看来文凭跟能力无法挂钩 那你赶紧去上班吧 别让着自己年轻总熬夜 注意身体 那我先走了 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知道了 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谁呀 是我 主 主姐 刚跟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刚珍珍在外面那声尖叫 你在里面听见了没有 听到了 我吓坏了 我以为是那些坏人 找上门了呢 如果真的是那些坏人来了 你有没有想过 珍珍独自在外面 替你去面对 你招引来的坏人 他很危险 他正需要帮助 你半夜服喝醉酒的于飞雪 到大门口等人 珍珍担心陈租阀潜逃 怕你不安全 一声不吭地护送你出去 刚才那个大妈上门 也是珍珍独自面对 替你去解决 而珍珍凌晨一个人 去帮阿厨找妈妈的时候 你看见了 却对她的安全不闻不问 你有害怕 当然 可珍珍跟你一样 也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她顶多就是 比你跑得快一点 你会遇到的危险 她同样也会遇到 她不害怕吗 可是她选择的 是帮你应对危险 帮你应对害怕 而你呢 你刚把她关在门外 珍姐 我 我知道我那句话 你们都听得耳朵起老简了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珍珍已经替你辩解过了 但你能心安吗 我离亏 我不想解释 珍姐 总之对不起 总之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没有办法 你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 我在走廊就闻到了 蒸茄子的味道 我在想你是不是回来了 果然 我真是神人 汪鼻子呀 快进来 给你倒水啊 阿淑晚上又去上课了 阿淑这家伙 这回倒是坚持下来了 白天去深光上班 晚上去教舞蹈 回来还要看专业书 看来呀 还是钱的感召力大一些 你来得正好 我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你 不收你咨询费 我请你吃好吃的 我们这些中层 想要往上升 就要等上面 有位置空出来 这回我们好不容易 齐心协力 摘掉了一个高层 可是最终 我却没有得到 这个省钱的机会 在升迁的问题上 朱姐不像是李扬三番的人 是不是小伙伴里面 有背心气的人 对呀 在升迁这个问题上 我一直挺坎坷的 外在我没有靠谱的文凭 你不是做过几天人事吗 帮我想想办法 看有没有可以解决的 你说的没有靠谱的文凭 那就是说明你这个 这阵内证到底考了很多呗 有些公司吧 本科文凭确实是 参考价值最高的 其次是研究生博士的文凭 排在后面 那些在职读出来的学历 排在更后面 像这阵内证的话 也是排在本科文凭之后的 所以说那些人士 也不是他们不负责任 而是现在滥于充数的 实在是太多了 入门门槛的高度 考试把关的严格程度 决定了高考成绩是最权威的 也就是说 本科文凭是最硬的 不过除了这些 印象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高文凭刷印象分 就像千军万马过渡路桥 诗之好理 拗之千里 这个道理我不说你也懂 除非考核的人跟我相熟 印象分相若为主 否则只要我拿出我的 制高履历来 印象分基本是付分 但是有一些工作之后 读的文凭 也是可以优于本科文凭的 这个你们行业应该也有吧 我知道 这都需要下定决心脱产 话销不少 我工作前十三年的收入 都拿去给我弟妹上学用了 基本上没什么结语 底子 比跟我差不多私立的人 要少多了 等我买房的时候 首付一部分是跟朋友借的 到今年三月份才全部还清 也就是说从今年三月份 我每个月的工资 除了给银行按揭和生活费 才真正有一点积蓄 可这些积蓄太薄弱了 根本没有办法支付 我至少两年 脱产学习基建的银行按揭 更别说是学习基建的学杂费了 但是以现在房价的走势来看 我是强烈不建议你卖房的 所以你还是要找别的途径 让他问比 当然 房子肯定不能买 我在上海工作十六年 从买下这条房子的那一刻起 我才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踏实了 就好像天塌下来 我都不害怕了 我有地方躲 我有后路 说真话 在我签下自己名字那一刻的时候 我整个人激动得恍恍惚惚的 这房子就是我的定海神针 所以你哪还用得着咨询我呀 你自己心里门清 你现在纠结的就是得舍儿子 看破不说破啊 但是我还是得给你点压力啊 做什么事情呢 就得趁早 你要提前规划 要不然等你哪天弄到文品之后 接下来阻挡你升迁的 就是年龄问题啊 这人啊 起点太低 做再多的努力 你没法填补从小的物质匮乏 可是 我怎么能不顾我父母弟妹的死活呢 然而我顾了他们 我就无力深藏 等我好不容易 把他们拉扯成人 却又到了我职业年龄大线 我不是不努力 我连结婚都没有时间结 这世道 对我真是很不公平 不过 像你们这个行业里面同名人 有大本文品的 有几个能到你这个级别的 对自己太严苛了 像你说的这种人 加上我的努力 早就不止我这个级别了 看来这没办法糊弄你啊 不过朱姐 我这个文品不错的人 看着你这样一手一脚地 打拼出来 还是有些惭愧的 但是你的不甘呢 也是有道理的 像我们这些不是天才 在起跑线 就失去先机的人 那能做到的 就是修身养心 把心态调整好 太多的不甘 只会引起负面情绪 你想幸福之 不过这件事吧 我跟你也得共勉 我最近情绪也是有些急的 我正在努力地向光爬行 不吃了 好 还来帮我撕一下我的身材 谢谢 我今天郁闷了一天 幸好可以跟你说什么 谢谢你啊 从一进门就开始说我的事 我都没问你 翘能干什么呢 我没事 就来给你打个招呼 跟你说一句 我回来啦 回来啦 这白天越来越短 我都感觉像是半夜了呢 下次我请你实际羞肉啊 拜拜 拜拜 外包可真的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今天啊 下课后架上没胆着我问个不提了 我还学纳闷呢 复活后才知道原来是天气太差 还得你们都着急回家 抄米红的 出去了 好 新买的鞋啊 一看就不舒服 那老买这样的鞋多抹脚呀 是 我都是贴穿个贴穿的呢 美的代价 没办法 你以后啊 就别买这样的鞋 我就不能穿这样的 我工作大半天呢 都是在巡查 我要穿抹脚的鞋啊 就跟要了我的命一样 所以你就和我们的全天 都是逗逗的鞋是吧 嗯 逗逗 我还有更逗逗的想法 要跟你讨论呢 这马上就入冬了 天越来越冷 咱们三个合资买的油厅放客厅吧 整天开着 这电费均摊 室内温度 哪怕是高个五度 这个冬天咱们都好过一点 最起码不会觉得阴湿了 而且睡觉的时候 被子也不会吵吵的 进去一个小时的污温 你这想法真好 我呢 最近不是提了说 我有些烧包吗 前阵子呢 我就想着 买一个电脑器放在卧室用 改善生活 可后来我一想 平时电费都是咱们三个人均摊 如果我自己卧室用 电脑器却让你们跟我一块儿付电费 想想就很缺德 可是吧 和米红最近事业低估 她会同意这批和外的费用吗 要这样的话 说服她这件事 只能交给你了 我训练她一顿 短时间内我们无法交流 你也有今天啊 初杰 怎么回事啊 快跟我说说 我就是替珍珍抱不平 初杰早 咋 今天晚上不用上步道课 没课 不过我打算加班 把这几天落下的工作赶出来 最近有事 我没事 不知道咱们两个买的地暖店 今天能不能到 我都有点等不及了 还有啊 这大冷清出门 大冷 现做的五股豆浆 防止整个冬天都不再冷了 大冷的天也不知道戴个围巾 我们两个人合自买豆浆机呢 是我改善生活的第一步 地暖店是第二步 那我再发了工资啊 我挑一挑好看的围巾 算是改善生活的第三步 这么切身地 改善生活生活的美好 我们的工作就更不好 咱俩发工资的时间差不多 要不合自买一个电动锅吧 可以炖椰子鸡啊 萝卜排骨什么的 定好时间下班回来 刚好可以喝 多么美好的前脚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开门 三 二 一 下班入